很消耗我们的体力 大家好 我是MC 今天说一下风水 无论是阳泽风水又或者是生机风水 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平常生活 我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其实风水无论是阳泽、阳泽都好 都是属于能量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环境学 简单来说是一个powerbank 这个powerbank如何影响到我们呢? 取决于我们生活上的两种东西 第一就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读完书出来 或者做了accountant 或者做了阿医生 每一个能力都需要一个精力去推动 例如说 你睡觉八个钟 平时的生活状态是很均匀的 没问题的 本身一天睡八个钟之后 就用一个精力去启动我们的能力 当我们有那个能力之后 例如说我们做工 或者是一个accountant也好 我们在工作上就会消耗我们的能力 随此之外 我们的朋友圈、事业 或者是我们的亲人 简单来说就是六亲关系 当我们人和人沟通的时候 这些能力就会消耗我们的体力 也是我们的精力 随之后 随时时间的过去 我们的身体 就开始热热热热 好像电话那样 我们的电话就越来越差 这样你充电都可能充慢一点 或者充重用更多的时间去充电 那拿回来的可能是 50%、60% 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身体的击痰 随时时间的过去 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 那你的精力就越来越少了 随此之外 你可能因为过去的人生经验 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可能你经验多了 这样你的CPU 我们的脑袋要process的数据 或者面对每一天的事情 或者人会越来越复杂 这样导致我们的精力 是不够消耗的 一般上如果你是 还是八个钟睡觉 可能你真的不够消耗的体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做了一个风水 或者做了一个生机的时候 这个Power Bank生机 就是直接这样 就得兼在我们的体内 这样一般上做完生机之后 你会觉得那一天 那段短期的时间 你会突然之间 有一个新的能量 会得兼在身体上 所以觉得很有动力 这样这种情况下 短期之后 因为我们身体 没有好好管理的话 就等于一同车 600cc 你加了一粒拖保 下去之后 你会觉得短期之内 这种不同车是很有力的 但是随着你习惯了 加了拖保 600cc的车 你会发现一段时间 也是不够力的 因为开车的驾驶 所以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不够用 这是一般会发生的事 基本上当我们有了新的能量 新的Power Bank 之后 我们的个人管理很重要 我们个人的消耗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不要再浪费在不需要的计划里面 所以你本身的个人计划是很重要的 你的朋友圈 你的事业伙伴 这些全部有一个规划 究竟是否还需要应酬呢 例如这么说 因为如果是应酬 是不需要 没有必要的应酬 是很消耗我们的体力的 所以无论你种的生机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 是没有改变到的 所以一般上我们知道 很多人说 种完生机之后 为什么还是 一段时间之后 打回原形 是因为 我们没有充分去发挥到 我们的新的Power Bank 或者是英国种生机的力量 或者是风水的格局 我们依然是被外面的环境 我们之前的生活条件被消耗了 对 如果再加Power Bank 再继续生机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真是弱的 你不能很压力 一个40岁的身体 和一个50岁的身体 是不能谈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随着年纪的成像 我们除了重生机 是有新的Energy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朋友圈 都必须要调整 就算是一个 你的商业伴侣 如果他真的没有进步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次调整 因为我们的生人 只有三万多天 三十三万多天 我们不知道还是没有大异性 这样一个新的规划 一个新的Planning 给自己是非常必要的 OK 用我们的几十年累积的智慧 OK 我们的知识 去调整未来一个十年 OK 给我们的身体 又或者给我们的退休 一个很好的处备 一个新的退休条件 这样这个是重生机必须要的 除了是生机之外 我们自己要必须的智慧去 去运用这个新的能量 给自己一个Planning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为止 那下次有什么好的题目 我们再分享多一点 OK 拜拜